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看地质构造 这的地质构造就之前常常说到的 断层 严惩断掉了 褶皱 严惩发生了波浪状的扭曲变形 还有一个叫做结理 所以这所谓的地质构造 要来看这三个 断层 执奏 结理 那么会这样子 要来看的叫做造山运动 造山这里最主要指的是 发生了碰撞 而造就的山 会有碰撞 指的就是在聚合性的板块交接处 板块之间 相互的挤压 压力 而造就了地表的隆起 每年也许长高的数公里 或数公分 但 虽然每年如此 但 叫做地球从46亿年前到现今 有各种的板块的运动 那么百万年以来 千万年以来 长时间以来 这样数公分 数公里的累积 都能够衍生出高耸的山脉 所以这百万年累积的运动 造就了山 我们就把它叫做造山运动 只是 除了聚合性所造的山 另外火山的活动 也会造就出突起的山 譬如说 夏威夷群岛 它就是 岩浆喷出来 而造就的 一个热点火山 热点指的是 在地寒的位置 温度较高 温度较高 而指的岩浆 能够喷发出来的位置 而这热点造就出来的山 我们习惯会把它叫做 热点火山 除了热点火山之外 在很多地板块的边界 依旧会有火山的活动 而这些都可以使得 地表的地势变高 所以这些造山运动 就使得地表变得高低起伏 很明显的突起 喜马拉雅山 欧亚板块 跟印澳板块 相撞的结果 这安地是山 南美洲板块 纳兹卡板块 相撞的结果 还有阿尔卑士山 等等 都是造山运动 造就出来 而台湾 最常听到的 就是中央山脉 不也是欧亚板块 在菲律宾海板块碰撞造就的吗 就右边的图就是之前所说 现阶段 印澳板块的大陆地壳 欧亚板块的大陆地壳 两者互相碰撞 而从图可见 印澳板块向下隐没 会是如此 都是因为在从前 是属于印澳板块的海洋地壳 跟欧亚板块的大陆地壳相撞 而在该时间点 古老的过去 海洋地壳密度较大的它 当然隐没了 只是 而在整个海洋地壳隐没之后 后头伴随的 大陆地壳 也随着 过去发生的故事 一起慢慢的碰撞 而隐没 所以才导致 现今的印澳板块 是属于隐没的一方 向北边隐没了 所以 常说 在喜马拉雅山的山头上 可以找到海洋生物的化石 这也是必然的 因为在过去 某一段时间 海洋地壳的它上头不就是个大海 当然可以存在了不同的海洋生物的化石 那么我们地表绝对不是只是突起 要有高低起伏 起伏高 但也会被移为平地 那么如何均衡的把地表移为平地呢 这就靠着地表的力量 地表也许是水 风 浪 冰川 等等 就会干扰的我们地表的地貌 这一些呢 事实上我们把它叫做 地球表面的外 营力 包括了水 风 浪 冰川 等等 而 这一些外营力里头呢 因为水 它的分布最广 力量 也叫我的军衣 所以流水 河流的流水 它的影响力是最大的 虽然风很多地方有 但风呢 它的影响力 还是没有河流那么大 所以从过去的数十亿年来到现今 这一些的外营力就跟赵山运动两者交互作用 赵山运动是想要让地表突起来 而这一些外营力是想要把地表移为平地 所以一个突一个平才造就了现今所看到的高高低低的起伏不定 各种不同的地貌 那么你这也看到了有所谓的外营力 有外就有内 内营力所指的就是火山活动 所指的就是板块运动 也就是地球内部的力量 造就的 所以才有所谓的内营力跟外营力的差别 那么我们呢就说了 这一些的内营力 在地球内部的内营力 不论呢它是挤压还是呢碰撞干地等等 这一些的内营力就会使得地底下的严惩受到了一些的作用 现在看到了叫做折重 原本的它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地底下挺深的位置 也许叫做呢比较高的温度 或许接近软流圈 或许接近软流圈 不是刚好在软流圈的位置 因为如果是在软流圈的位置的话 那不就变成是岩浆的吗 所以它只是接近 而高温的影响 使得岩层 使得岩层较具有可塑性 所以一压 它呢就呈现了波浪状 而某一天也许就因为发生造三运动 跑来地表附近 跑来这个土叫做利物锡 那么我们就瞧见了它的模样 总之 岩层受力 而产生的波浪状就叫做折重 只是这个岩层受力的时候 它是具有可塑性 如果不具有可塑性 相反的很硬叫做刚性 刚性受力而无法承受的时候 常发生的叫做断裂 而不会像这个土发生波浪状的弯曲的情形 总之 这叫折重 而折重的话呢 就这的图 未受力 之前就是沉积眼的特征 初始水平率 一开始都是水平状态 直到受力才有严惩的上凸 或者严惩的下凹 切记看的是严惩的模样 所以呢 这上凸的我们就把它叫做背斜 下凹的就叫做向斜 所以这个图就是机动的某一条马路的旁边 就可以看到这有一个上凸的背斜构造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折皱的例子 大的在马路边 小的在一颗石头 有没有看到这也是有折皱 所以呢 就看它的这个scale 看它的范围的大小 就像断层 可以在一个岩壁 也可以在一个小石头条件 总之 我们就有分背斜跟向斜 而这里 背斜切记 向上隆起 向斜是向下凹 只是这里有些所谓的 向向或向背 指的是什么呢 看翅膀 我所谓的翅膀 你可以想象呢 这个叫做中间 也许这个叫做背斜的 背斜走 那么呢 两侧我们就习惯把它叫做两一 背斜走 旁边就叫做两一 旁边两一 两一 那么 如果你说呢 这站的个人 人朝下面的话 就朝这边 这个人朝下面 地势较低的位置 就朝这边 不就背靠背 相背吗 那这一样 如果有两个人 他们呢 都在下坡 下坡的位置呢 就要这样 这样看过来 这里也有下坡的位置 就这样看过来 不就两个相向吗 所以这里才用 两一倾斜方向 看是相背 或者相向 才区分的背写跟相写 只是 不知你这儿 有没有看到 另外一个叫做 颗粒有小有大 颗粒同一个延程 颗粒有小有大 这个呢 我们叫做 成绩延程的立即长 同一个时间点 形成的延程 受重力的影响 颗粒较出 较大的会在底部 这样子的情形 叫做正常的 也就是正常的程序 所以看到正常程序的话呢 你可以发现 越上面的延程越年轻 越上方的延程越年轻 但 如果像在一个图 你看看 出的在上 细的在下 这算正常吗 不是 这就是一个倒转的程序 也就是它不像以前所说的 成绩延程 由下向上慢慢的堆叠 它是受力而挤压 它是受力而挤压变形 就会变成了相反的状况 所谓相反的状况呢 叫做 细的指的是年轻的方向 细的指的是年轻的方向 所以呢 这儿呢 这儿呢 看起来 这儿呢 是一个背斜 这儿看起来严惩呢 下奥是个相斜 但如果要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做区分 你的眼睛要变成在这里看 变成正常的程序 眼睛要在这里看 眼睛要在这里看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变成正常的程序 你还要讲说 这具有倒转的位置 还要讲 左边的C 叫做背斜 右边的Z 叫做向斜吗 那可就不一定了 所以 正常的程序 背斜 向斜 不具有正义性 但如果倒转的程序 就看它如何的下定义了 总之 这儿呢 如果一般所说的 都是讲正常的程序的话 可以去比较背斜跟向斜 所以 这儿的背斜 就是像这样 严惩上凸 而这C的位置呢 看起来也叫做呢 是形状上凸 而这一些都叫做背斜 那么 两翼相背 严惩向上隆起 就在纸上凸起来的 凸起来的情况 所以呢 这儿又讲了另外一句话咯 叫做 看A的图 延长垂直剖面 长这样 中心值这个位置 去想象 垂直剖面图是这样 一个老人家从这儿要走过来 哪个地方的延层 中心的不安的延层 怎么了 最老 为什么 发现它慢慢走 先走到这儿 再走到这儿 再走到这儿 你有没有发现呢 就A这个延层这个位置怎么了 背斜走 背斜走的位置呢 叫做 这儿 最底部的延层 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程序 越下方的延层越老 所以呢 有时候都会说 一个老人家在地表附近走啊 走发现延层两侧层对称 中心的部分最老 代表底下应该有一个背斜 而最老的地方呢 就是背斜走 以此类推 再来看看这个向斜 B 延层下凹 或这个猪延层下凹 但切记这里的C 都是看外观哦 不考虑它的 哪边年轻或哪边老 直接说 这个叫做凸 背斜 这个叫做凹 向斜 但如果考虑年龄 这个C跟猪 答案就会相反 来 不论如何 这儿还是看B 正常的程序吧 两侧两翼倾斜向下凹 然后中心的部分 怎么 中心指这里 刚刚那个叫做背斜走 那这儿想当然叫做 向斜 走 向斜走又如何了呢 向斜走在这儿 它的两侧 一个老人家 从左边走到右边 你说会怎么了 两侧延长的年龄一样 一样有成对称这件事 走到这儿也一样 走到中间就不太一样 你说中间怎么了 中间在这儿 有没有发现中间这儿是最上方的严惩 越是上方的严惩 越年轻 所以这儿才说 看B的图 中心 向斜走 就是这时候的中心的部分 它的严惩是比较新 也就是比较年轻的 所以是这样做个区分 但老实说 背斜向斜突跟凹 请搞清楚 所以呢 我们就说了 到山区去扑内 去玩的时候 也许呢 地表是森林 是草原 那么通常 常常风化 变土壤 有了树 而看不到 但是要提醒你的事呢 刚刚讲的折斗 看的是严惩 严惩跟地形高低起伏一样吗 不一样 所以千万不要说 有山凸起来 就叫做折斗 不一定 有山凸起来 你就叫做背斜 不一定 所以呢 我们在台湾 巨头星的板块交界 也就受到 刚刚所说的压力的影响 所以呢 山区的公路旁边的山壁 或者河谷旁边的 这个山壁断来等等 都可以发现有折斗 而这的图 这的图的话 你看中间这叫做河流 两侧叫做山 你可以说山就是背斜吗 不行 因为有河流有侵蚀作用 所以我把线条连在一起吧 这就代表从前的某一些原尘被侵蚀掉了 而且我上面张话也不太对 因为搭不起来了 我只能够画到这儿 画到这儿的话 你应该有感觉 这儿同一个原尘 接下来那里所谓的四号位置 这儿同一个原尘 有feel吧 所以呢 这河流应该是什么呢 上突 背斜构造 而如果延伸也许会长这样 所以这山区反而是一个凹的延尘 也就是向斜 所以才告诉了你一件事 千万不要以为地是地形的起伏 凸的就叫做背斜 凹的就叫做向斜 没这回事 看的不是地形的起伏 而是严惩的凸或者凹 切记别搞错了 所以呢 有时候呢 它的一个视野 一个scale 一个的大小 可以是只有数公分 但是呢 你说很小数公分在石头上就可以看到 可是有时候很大数公里 就用这个直升机去拍航空照 或者看卫星的影片 也许像这样在河边的这个旁边的话 一拍 也有这个叫做数公尺的scale 总之 延尘有凹凹凸凸凸 而区分出背斜或向斜 要有这样的能力做区分 加油 下次空中再会